而受到了强症的影响 除了严重冲击华联的观光产业 也让赏金渔港向上台深大约有45公分 这不仅是让原本设计登船的码头台阶 与船深落差变大 也增加了上下船的难度 另外在内提港嘴部分 下方则有水泥结构 也可能因为大潮退去 导致了船深触底撞击受损 因此渔民是希望政府能够伸出援手 协助改善 让游客可以安全出航 搭乘赏金船出海赏金 亲眼见到金屯不断跃出水面 这让船上的小朋友又惊又喜 不过回程下船上下阶梯 小朋友可是得小心再小心 大人双手搀扶 小朋友才敢慢慢跨出一只脚 这一步的距离还真的有点大 台湾大学他们的那个地质研究的人员 来这边出测的话 预估大概是在四十几公分 退潮的时候我们的登船处 其实那个高低差的差距就变得比较高了 比较大 所以上下船的那个比较不便 赏金船业者感受最深 0403花莲大地震后 内政部国土测绘中心发现 全台地形地物都受到影响 其中花莲站抬升45.1公分 地壳上升 不光码头阶梯跟船身落差变大 退潮时船只进出 同样也受到影响 说这一次的地壳有这样抬升四十几公分 我相信在大潮的时候 这些船只出去一定底下会卡住 这回花莲大地震影响的不光是大楼坍塌 鱼港也往上抬升 码头阶梯跟船身落差变大 船只进出 船底恐怕也会撞击受损 影响范围不小 拜拜